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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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關注或者忙碌於教會裏面的東西 其實神的角度降臨就不是在教堂裏面 而是在外面,在生活裏面 所以我需要用那個remote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話題 Thank you 跟最近發生的事是無關的 我最近就開始了一個這樣的系列 就是講怎樣平衡 原因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的特性 有些特性可能是好的 有些特性是需要調節一下的 不過這些特性因為我們是一路長大的時候 我們身邊的人,特別是我們家人怎樣教我們 我們的經驗或者我們的性格 都可能會令到我們有一些傾向 有些傾向是好的 傾向太強就有時失去平衡 我今天就講其中一樣 這個可以適切應用在很多不同的範疇 話題就是尊重和干預 所謂尊重就是我尊重身邊的人 你的想法,你的做法 干預就是我覺得有些事情我要出聲 來給一些可能刺激你 或者一些意見你 或者是一些提醒你 這個話題可以應用在幾個範疇 一定中你的 第一就是那些家長 這裏有些小朋友的 這個很適合 就是教你怎樣去幫助小朋友 你看這幅圖 想像到有些公仔 有條線扭著的 有些線放得遠些 引走得遠些 有些近些 我們對子女也是 有時候要鬆些 有時要緊些 不可以只是鬆 或者只是緊 這個是對子女教育 可能這個你會覺得 我的小朋友都大 有些小朋友都五十歲 對於你來說其實都合適 一會我會講解一下 為何成年的或者中年的子女都對 還有其他範疇 你可以把這個應用在門訓 你可以應用在你工作的地方 可能你有些同事 有些下屬 第四個範疇 就是可以應用在你的社區 你的環境 你面對碰到接觸到的任何人 我一會兒會試試舉一些例 所以實中了你隨便一飯 因為你身邊僅有人 你就算沒有子女 你沒有孫子 你沒有門訓 不過應該也有的 這裡門訓的比例很高 我想是全港最高的了 就是做門訓 我想是 人人參與的 你或者你沒有下屬 但你身邊總有些人 有些時候你需要干預 有些時候你需要學尊重 講下去你會知道我想說什麼 好 那我們就開始 首先我想說這個世界是需要有規範的 例如你做工 你上班第一天 你問老闆我應該坐哪裏 你老闆說你喜歡坐哪裏就哪裏 你問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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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有些什麼方向 有什麼價值 價值觀是什麼 有些什麼就是我們要用心做的 有些什麼不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些什麼公司的文化 你問完一大堆 老闆就說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你就想跟錯了老闆 立刻想準備一個辭職信 人需要有規範的 如果不是人會失落的 你想想究竟怎樣做好呢 無所釋從 但是有另一些人他就給很清楚指示 有些媽媽就是放學回來 立刻先洗澡 你說肚餓 媽媽先吃碗通粉先洗澡 有很多嚴格的指引 上班也是 老闆說一定這樣做 我們做了三十年都是這樣 你不要告訴我 你有其他好的方法 有些這樣的老闆 有些這樣的領袖 這些是另一種 是有時需要的 不過太強的話 要扼殺了很多人 可能有的潛能 我們就好像打球 我們跟那些年輕人打球 你知道的了 二十個球員追著那個球 除了龍門 有時候龍門都出來追那個球 那年輕人打球 自在高興 但是沒有隊形的 不知道自己應該走去哪 不過有些時候 我們就需要給他一個教練 你要贏球 你要有隊形 你知道走什麼位 每一個人有你的角色 教兒女也是這樣 上班也是這樣 悶分 人有些時候需要有些指引 所以今天這個話題 就想跟大家一起去震盪一下你的腦袋 究竟我們是屬於哪類多些呢 有些什麼傾向呢 或者最後你會發現 我都挺平衡 這樣就非常好 如果你是一個很平衡的人 收放自如 適當的 你就可以成為其他人的榜樣 在這兩間中間 拿到好的平衡 是很重要的東西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舊約的時代 有個祭司 他叫以利 記得嗎 以利 有兩個兒子 又是祭司 他們兩個兒子 是很喜歡燒烤的 那些人獻祭 他們就說 不要住 還沒燒 他們就說 我們喜歡 medium 你不要燒了才給我 其實那些東西不應該給他們 不過他們喜歡吃肉 經常都是偷肉吃的 那些人看不過眼 不過爹地就沒有出聲 容許那些小孩這樣做 結果神就要出手了 舊約聖經 我們見不少地方 神是提醒我們做爹地的 就要教小孩 這個以利就沒有教小孩 於是神就派個神人 走去同意來講 他說你這樣做這些東西 就不妥當了 這些東西給我的 不是給你的 他說你尊重你的兒子 過於尊重我 即是出了界 即是他現在要挖一條界 這個是聖經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神一直都有很多界線給人 界線裡面人享受很多自由 但是不可以過了界 過了界 神就用方法 個人是這樣 民族是這樣 神多次將很多困難 放在以色列人那裡 都是告訴他 老友過了界 要回到那條界那裡 聖經有幾處地方 講教養的 講要被指引或者干預 這裡大家很熟 一起讀好嗎?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路 就是道路 也不偏離 這裡就講教 要教到幾時? 教到路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你的兒子都五十歲 要不要教 都要教 其實不只是教小孩 不過這裡講的是中生 由頭到尾都是要這樣 不要離開了一條路 你馬上想像一下 有沒有一些小孩已經開始很難搞的了 我記得我差不多八年前左右 在一個婚禮裡碰到一個不認識的 不過他認識我 一個弟兄說 你這個小孩幾大? 十三歲 幾歲? 十二歲 大家就講子女經 然後他就問我 你的小孩有沒有經過暴風期? 我就說沒有 可能我錯過了 他來了我也不知道 我就問他 你那個怎樣? 他說很大風 他是在爬頭 因為小孩開始不聽他說 他控制不了他 不是說真的想控制他 很難溝通 已經有很多不合格的地方 所以教小孩真的不容易 但是要不要教? 聖經就說要教 不過方法很重要 剛才說的那些暴風期 那些正常 人人都可能經過暴風期 但是在暴風期又怎樣教? 很值得研究 有沒有一些朋友已經掙扎? 即是你的子女是很大風那些? 有沒有? 都不敢舉手 有些是不是? 幾多歲左右? 那些 對了 是這些時候了 你那個幾大? 對了 大不大風? 小小姐 間不中大風 間不中 其實 其實真是很 講耐性 方法 技巧 真是很不容易 有些很招頭 我真是不知道怎樣去 給些什麼提示 那我就覺得 這些東西是很實際的 你怎樣想它好 但是它受不受 是另一件事 那聖經就教我們 要教 紀錄都要教 另外這段經文 就是歌羅西書 一齊讀一請大家 我們傳揚他 使用諸般的智慧 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 在基督裏 完完全全地 引到神面前 好了 要不要教 我們這裏見到有幾個字 是講教的 他說 勸戒 即是教 要教導 還有一個字 忍 我都特意煲了它 這三件事 是在提醒我們要做的 但是這裏 有一件事 就是剛才的經文沒有講的 這一個經文是講的 有沒有看到 他說你們要勸 要教 要忍 但這裏就講 要用諸般的智慧 不是諸一般的智慧 是諸般的智慧 各種各類的方法 意思就是要有辦法 不是只是硬斑斑 就說他就聽了 要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又看到儲經文了 《依佛所書》六章四節 請大家讀 你們父親的 不要惹自己 以照著主的 訓練和境界養慾 他們生逆本 所以比較修口 這裏就是講教 這裏講的 跟剛才那些有少少不同 剛才就講教養孩童 接著講要諸般智慧 這裏就講 要不要教 要訓練和境界 就是要教 不過有什麼要考慮 不要激傷他 這裏都幾次香港的處境 我們香港的媽媽 激傷小孩 你要有方法 不過你不要硬斑斑 你要理解一下 究竟他是什麼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方法 不要四點鐘開記者招待會 你要表達誠意 你要聆聽 要溝通 很多事情要考慮 放在很多地方都是合適 就算在公司做老闆 也不可以只是給指示 你要有辦法 記得耶穌也是很有辦法 他對很多人 他知道有些事情 那些人要改變 不過他不會硬斑斑 一過去就撿人 這個你知道是誰 薩蓋 耶穌跟他聊天 說住在他家裡 聊了兩句之後 薩蓋就開始有些醒悟 他就說 我要把錢分給一半 分給窮人 又要騙了誰 要四倍還給他 耶穌對著那個井邊的女人 又跟他們說說水 記得嗎 說說你喝什麼水 我喝這隻 你喝那隻 說說說 最後就說到 叫你老公來 其實耶穌知道他的問題 不過不是馬上挑戰他 很有耐性的 耶穌很有辦法 所以我們都要學習 今天這個課題都是 怎樣有效去作出干預 或者勸戒 或者幫助人改變 首先我想說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學習尊重 這個就不是亞洲人的傳統 大部分亞洲人的思維 傳統我們都是高度干預 我們的下一代或者身邊的人 特別是很講尊卑的 亞洲人 講位分的 哪個話時 你在那個位 你就有說的了 你可以說話的 以前那些人教小孩很嚴格的 但是這樣可能是有好處 但是有更多是不好處的地方 我首先說給空間人 尊重人的重要性 首先就是人是需要學習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他就算是玩 他做功課 他運動 他吃飯 每一樣東西都有些學習的 不過如果你給人有足夠的空間 他學習的東西就會徹底透徹很多 例如說讀書 我們香港人讀書的方法 比較是填鴨式的 以前我們都是學很多記憶的東西 到現在還是很多的 很多人考試那些訓練 主要是預備怎麼應付那個考試 要粗卷 要粗到全熟了 我有個朋友是這樣的 他讀科目的 他在美國讀書 在香港讀了一輪 然後到美國讀書 他說他做功課 考試 他都做得很快 那些鬼仔每個都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你會做得那麼快 後來他告訴他們 其實我記了這些東西 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訓練是這樣 那些鬼仔問他 其實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你會這樣走法 他說我解不通給你聽 不過總之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的效率 我們這個社會很講求效率 最重要是快 跟著指示做就行 不過我們的東西未必通 有一次我去一間葵聰區的名校 很出名的 Band One Top Top 每個人都想進入的中學 我去那裡做一個講學 中五學生 在一個小的課堂裡 我一邊說 我就一邊問他們的問題 就好像有時候我講到 都會問你們很多 我問他們的問題 但是那個反應是非常沉靜的 那些人不敢回答問題 沒有意欲回應 每個人坐在那裡一塊飯 那我就想 這間學校為什麼會這麼出名的呢 可能他們有辦法的 不過有一樣 我就覺得有些不滿足 就是他們的小孩 就不是很互動的 不是很懂得想的 我特意問他們一些非常低能的問題 他們都不回答的 又或者他們覺得太低能 不想回答 可能是這個原因 不過其實你回答一下 這樣才有趣的 學習 要互動 我知道你是什麼的水平 或者你想學些什麼 又或者反過來你可以問 他是在製造一個這樣的環境 給大家互動 他可以問 不過大家對我所講的 沒有什麼興趣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小時候的人 現在就說什麼活動教學 不過其實去到中學小學 你都沒有什麼機會活動 因為趕著要考試 很多時候都是回到很原始的 填鴨式的教育 所以如果我們反過來 就算多些強調 幫我們下面的人 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我們的同事 多些給一些空間 那些人去學習 理解一件事 他用他的方法 他做他的決定 那些人看東西就會通很多 消化能力強很多 他們都不會這麼依賴你 他都懂得獨立思維 為什麼呢 我是有原因的 香港人很多都做人 都是跟人的 人家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但我自己是否真的想得通 我不是很清楚的 那些中學生已經是這樣的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因為沒有很多空間 讓他自己去做他的決定 那個過程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很需要 給多些空間 身邊的人 經常都要問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做呢 有什麼好處呢 有沒有試過別的 有沒有好一些方法呢 那這些是 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不流行的東西來的 但其實每一件事 都是一些重要的 一個過程 我們都要去學 例如說拍拖 那我們可以定一些規矩 我不知道這裡有什麼規矩 那些小孩拍拖 那些十三歲的 拍拖了沒有 那些小孩 在約會嗎 哇大件事 十幾歲已經在約會了 有些教會有規矩的 例如讀書時間不准拍拖 有些教會很嚴謹的 就是讀書時間拍拖 就停去侍奉的 就是你要接受輔導的 有些 有間最大的教會 很出名的就是趕你走的 他們趕走了的人 遠遠多過留下的人 不過他們還是全港 差不多最大的教會 很嚴謹的 出名嚴謹的 在這附近 你知道哪間 你是否讀那裡 這些方法都是 有他的理由 想小孩專心一點 但我又想問 讀書時候拍拖 是否一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呢 有些人 你老婆或你老公 是中學時代已經跟你在一起的呢 有嗎 有嗎 你們全部都是比較遲才開始拍拖的 是呀 是不是 哦 我呢 我很早拍拖的 我想回頭是太早的 不過我見有些更離譜的 有些是初中一路拍拖 拍到後來就結婚了 那我見有些是很大個才拍拖 但是早拍拖 未必一定是壞事來的 多數是壞的 但是未必一定壞 我的意思就是 這些都是人的過程 又或者 有些人拍拖 有時候我們很緊張 現在你拍一下拍一下 覺得不適合了 就分手 其實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有時候太多指引 框架 令到他沒有辦法 在那個過程裏面去學習 那他就是 有些人不適合結婚 你勸他不要結婚 他最後結婚了 然後很嚴重的 是嗎 一輩子的 所以我們要給那些人 多些在這些過程裏面去學習 去做選擇 另外就是我們多些從經驗中學習 人呢 你只是告訴他 他學的東西是有限的 你讓他試一下 逐個過程去試 他弄髒對手 他就真的學到很多些東西 不過這個其中一個關鍵的位置 就是需要多些時間 如果你讓他試 你讓他撞 可能他失敗 他再來過 那就浪費時間 那麼香港人很緊張時間 快點搞定他 那麼我們如果沒有這種空間 這種耐性 這種容量呢 那麼我們就不會得到一個很結出的人 他們可能會做那些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未必那麼通 那麼也有另一個原因 我們需要給空間的 就是在說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呢 有很多東西就不是那麼絕對 事實上在生活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不是那麼絕對 有些東西是絕對的 不絕對的 很多時候都多過絕對的 在很多範疇那裡 所以不妨想想一下 我們其實什麼都覺得 我們那套一定是對的 其實都值得去經常刺激自己 反省一下 好 又說說出手 說說干預 干預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表達 有時可能是插手 有時是出聲 有時是指導 有時是扮演 有時是批演 有時是批演 這些都是干預 各種不同的方式 干預有什麼那麼重要呢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了 第一量就是 有些時候我們身邊的人 或者有時候反過來 我是很有限的 我知道的東西有限 有些我未試過 有些我們身邊的人 一早都知道你正在衰 不過我要試一下 所以他們的出手 有時是需要的 特別是有必要的時候出手 有時候未必是 一出手就是否定的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引導的 就好像我剛才說 你教人踢球 你引導他 他就不一樣了 我兒子很小的時候 我就教他踢球 我跟他下街 跟他兩個學一下猜球 猜到差不多 我常常有很多年輕人過來 就一起想跟我們玩 於是我說 OK 我們比賽 分兩隊 一隊就是我兩個 另一隊就是你們一起 我跟我兒子 一直訓練 我都經常教他要走位 給球是給到一個位置 然後走去那裡 拿到球之後 另一個人就要走空位 要延伸 你們踢球的人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跟他踢球就是這樣 我就會給到一個位置 然後他跑去那裡 於是想像一下 所有其他小孩都追過去 拿球的時候 我已經延伸 去了另一個位置 我兒子傳給我 所有小朋友湧來我 我兒子已經走定去那邊 我給球去那邊 所以我兩個 就玩到小孩借 因為我是有引導 所以你不只是讓他出一身汗 你要有辦法 所以他很小時候 踢球已經很成熟了 這些就像做人一樣 你要給一些引導人 就算是大人也是 剛才說 就算到老都不偏離 人都是需要提示的 就算他是很厲害的人 都是需要提示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限制 萬點 認識不認識這兩個大叔 認識不認識 看球的人就認識 有沒有聽過有一隊 有一隊很差的球隊叫萬聯 聽過沒有 聽過 超差的 不過這隊球是世界最出名的 他的收入還是差不多最高的 他曾經很出名 這幾年都差了很多 他最出名輝煌的時候 那個領隊叫做肺甲順 就是指著頭的阿叔 他的綽號是風筒 就是hair dryer 吹頭那些風筒 就是你有些什麼 他噴到你的頭散了 他罵人不用本 他罵到很激動 他用一個ball boot 扔到壁咸的頭爆了 在更衣室 很嚴厲 他一來到萬聯 第一樣做的就是他收拾一些紀律 萬聯那時候很鬆散 二十幾年前 很多人經常都醉酒 踢球也是醉酒 就是生活不檢點 他第一樣就是炒了一個 經常都醉酒的球員 很出名的 不過他炒了他 第二樣就是他下令就是 踢球之前四十八個小時 不准喝東西的 即是不准喝酒 喝水可以 不准喝酒的 不可以派對的 所以他經常都要去派對那裡 都要蓋檔 跟我走 年輕人又喝東西 他就很嚴格地訓練球員 所以這班人 他下面的球員 全部都是粒粒巨星 是精英來的 個個都有自己一套 不過他令到他們 真是成一隊軍隊 很有默契 那個時間是萬聯最輝煌的時間 現在呢 算了 你也知道 我們很需要適當 不是說你一定要絕對 很嚴格跟你那一套 但你要明白 每一個球員 在人現實生活 就是每一個你的子女 你的門訓的對象 你公司的同事 每一個都有他的特質 你要引導 有時候要強一點 有時候要鼓勵 但是你要幫助 每一個人發揮得好 你就不可以只是強 又或者只是很多自由 中間怎樣拿捏呢 人人都需要的 早前有一個人叫我 他就說 最近我就發現到 那個人有些問題 我們看到 可能他有些行徑 會令人誤會 所謂令人誤會 我就覺得他不是 不過他做的事是令人誤會 他就找我 意思是甚麼呢 麻煩你跟他聊一下 其實他跟他沒有甚麼交往 不過他關心他 於是我就發了一個 WhatsApp message給他 我說 有人見到你這樣 可能令人誤會 我們知道你不是的 不過請你留意一下 接著他回覆我 OK 其實他不小 四十多歲 這些事情 對於我來說 以前的我 我就覺得很難出聲 因為不是我見到 就算是我見到 我也很難出聲 因為我是好人 你們一向都知道我是好人 我的性格是好人 所以這些事情很難做 不過我就 因為我很刻意去學習做壞人 我現在已經很壞 我現在比較自然一些 以前我可能想幾天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跟他說 現在我轉過頭 我就發個短訊給他 他就說OK 收到 說回頭 他究竟是否真的有問題 還是他做了些事情 令人誤會他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這樣提一提他 僅有好處 如果他沒有東西 他就留意一下 如果他有東西 他自己反省一下 都是其中一些方法 我是做了我應該做的 出手 干預 所以有些事情 是有些時候 適當的時候要出手 特別是 這裡說的 這個slide說的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 正確的價值觀念那裡 有些事情 你不可以不說 有些事情是黑白分明的 剛才我說過 有些事情不是絕對的 但是當你碰到有些絕對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不說 一定要說 我想現在香港的處境 似乎是這些 有些事情 就不只是說 大家有飯吃就算了 有飯吃就算了 有飯吃就算了 有家住就算了 有些是關於正義 公平 有些是很嚴重的事情 你一定要說 如果你是一個很尊重的人 你給他很多自由的人 你就知道下面是你的結果 你下面的人會走錯路 對子女也是 有些人的小孩搞不定 小時候已經搞不定 乘地鐵有個女生在那裡跳鋼管舞 爸爸說回來回來 叫都不聽 可以這樣的 你們有沒有小孩叫都不聽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小孩 其實自小的習慣培養得不好 吃飯又撇去那邊 你要追著 吃呀吃呀吃呀 小時候已經不聽 他長大了很難搞的 所以要很有辦法 人們會走錯路 我早幾年都和你們提過一個事例 有時候不只是說小孩 有時候大人也是 新加坡有間教會 有個牧師現在正在坐牢 大家都知道 很出名的那個牧師 這些情況不只是新加坡 在韓國又出現了一宗 不過韓國那宗 因為那個牧師太老了 人們尊重他 其實算了 你幾十歲判了 判了有罪 不過就緩判了 不用蹲牢 同樣的事 全世界都發生了 在某些團體裡 這些團體是非常尊重 或者是過分尊重他們的領袖 當他們神敢拜 他們走錯路 身邊的人不敢提他 最後就害了他 所以在很多處境 我們要知道需要的時候 就要出聲 要不然你是害了那個人 中國人現在面對另一個大問題 就是我們的小孩很自我 不是說小孩 大人也很自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前曾經受過很多壓抑 可能是文革的時候 你本來有錢 現在沒有了錢 之類的 又或者沒有自由 現在有自由 一下子我們過了龍 我們在說那些叫富二代 以前我們窮 現在你要威給你的朋友看看 他們有什麼你要比他們厲害 我們很強調物質 自己是最重要 家企是最重要 要威 這些問題 是一個很普遍的文化問題 就算香港也是 很多小孩的家長是不教他們的 要什麼有什麼的 令他們變成不負責任的一代 現在在大陸 有這樣的說法 老闆請人打工 有些年輕人都是富二代 老闆請人會選擇 他們選哪些富二代 都不能選擇 全部都是富二代 他們說應該選擇那些 上一代以前有錢的富二代 或是暴發護富二代 你猜他們會選擇哪些 你猜他們會選擇哪些 你們很聰明 是真的這樣說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代的人 可能他們已經有錢過 後來文革他們什麼都沒有了 重新來過 他們很快又有錢 他們說這些人 他們對錢沒有興趣 他們不會穿跪筒底 他們少一點貪腐 因為他們有更加崇高的理想 他們的教育是不同的 但那些富二代突然間 他就揮霍 他上一代都是很多壞的榜樣給他們 他們又不用讀書 因為不用讀書都發了 這些已經經過了歲月的洗禮 他們是比較踏實些 這些都是挺有趣的發言 所以我們要好好幫助我們身邊的人成長 想要做一個踏實的人 來到這裏 你檢查一下自己 你問問旁邊那個 你是哪樣多些 是很多自由的那個 還是很多干預的那個 什麼人都有的 你又馬上想一下 你的老公是很多自由的 還是很多干預的 通常老公和老婆比較 誰比較多在家裏 就是做教孩子的那個 誰多數做好人 爸爸做好人 那些就更加了 爺爺媽媽一定是好人 我的朋友 他把兒子的女兒放在爺爺家裏 放了半天 回到來他說不同了 是另一個人 很恐怖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傾向過度了 或者是尊重太尊重的人 你就有些要學了 第一樣要學的就是你要學做壞人 有哪些你是好人 有哪些很明顯是好人 要學做壞人 我以前都是這樣的 很不容易的 有些事情是 就算對同事也好 對子女也好 有很多事情你覺得 不知道怎麼說好 不好意思 傷到人的感情 這些好人就要用心去學了 不容易的 你要很刻意去學的 如果不是好人 有時一出手 有時會太重手 因為他不習慣出手 所以請你學做壞人 所謂干預 其實有很多要考慮 剛才聖經教我們 要用主半的智慧 所以干預是要看什麼人 什麼時候 他和你的關係 他有幾聽你 他有沒有安全感對著你 你對他的印象 很多事情要考慮 什麼時候 所以不只是說他就可以了 有些事情不是說他可以改變 有時候要直接些 有時候你就要間接些 中國人說子喪罵懷 其實在說他 這些是另一些方法 你可以用WhatsApp跟他說 這個就很直接 你可以在Facebook那裡 提醒身邊的人 不過又不是在說他 其實是在說他 有很多方法 所以你看用什麼辦法 有些朋友是我的Facebook朋友 我的Facebook名叫SunMessage 我叫Sunny 不過沒有年 SunMessage 有興趣的話 你跟我做朋友 你看我偶爾 post一些東西 有些是無聊的東西 其實就算我多無聊的東西 我有些是在說的 例如我有時候出門 然後回來 第一樣我會走到我公司樓下 吃那碗羊肉米線 其實都有點純悉 不過人們覺得開心 讚好 但是不太知道 有時候我是在滲透一些東西 例如對我的家 香港的感情 有時候在說友情 我說今天很開心 我偶爾幾個月有一個Pose 很開心 又跟這班老友聚咎了 那次我跟這班老友 小學同學 以前死黨 我跟他們聚咎 聊了四個男人 聊了五個小時 一頓茶 喝到四點鐘 其實我是在說什麼 我不是大條道理 教人什麼 我只是在說 友情是要珍惜的 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在那裡滲一下滲一下 不是出了事才說的 有些時候我會跟我的子女吃飯的時候 就說說一些事件 最近發生了這樣的事 我就這樣處理 不是說他 不過是對他們慢慢滲一些東西 在他們裡面 這些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的教導 我兒子現在就開車 他考到車牌了 我兒子二十歲了 我發現有些事情 我提他 他是很留心的 例如開車有什麼要留意 哪裡要早些拿定線 我想回頭 他很小的時候 我講過一件事給他聽 開車的朋友 你聽一下 我上了車 我要開車 我插車士下去 不過扭不動 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一條輪 駕開車的人 熟車的人就知道 我就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 就是你扭軚 駕駕駛了去左邊或者右邊 就貼得太硬了 我不知為什麼 他的設計令他扭不動 我搞不定的車 我就叫Toyota 我說什麼 他們又說 要這樣 你要鬆開車太少少 又不要鬆去另一邊 中間那裏有個Gap 那你就領到 真的 我兒子很小的時候 我們在吃飯 我都沒有什麼意思做什麼的教導 預備他將來開車 我只是輕描淡寫說了我以前的一個這樣的經歷 都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兒子的朋友要移動 老爸的車 扭不了時 我兒子就說 你試試這樣 好 我想說的就是 有些時候你不是 每次都要出事了 你就教他 撞了車 我知道 你可以早些預備他 你講一下這個 講一下那個 讓他知道有什麼要留意 規範 所以你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干預身邊的人 那我的小孩 我偶爾都要干預一下他們 不過我們干預 他們很容易聽到入耳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們不用勞氣 撿他們兩劑 有些什麼你輕輕碰一碰 他已經收到 如果身邊的人都是這樣 其實是你訓練一個很懂得去反省的人 如果有些事情 你越早開始越好 所以小孩子要早些開始教 他其實會明白 就算寶寶他未懂得說話 你可以教定他 有些什麼要小心 有些什麼要留意 有些什麼你不要碰 所以他一路長大 他就會更加容易聽意見 有些人 我身邊的人想撿他 他都不小了 幾十歲的 撿他他會反抗 很大反應的 因為自小沒有一個好的習慣 被人干預 稍後我會講另一種情況 原因 為何那些人這麼大反應 不肯被接受干預 有些事情絕對 剛才我說絕對不絕對 如果是絕對的 更加要出手 好了 講一下 如果你是那些 經常都出手的 什麼都要講的 有些事情 這些就是那些懷處 第一樣就是有些事情 不是很絕對的 那些東西其實是一個話劇的台詞 沙士比亞 有一個王子復仇記 他講的其中一個角色 講這句說話 他說我現在身處在這裡 好像很自由 但其實我覺得好像在坐牢 那他其實是否真的在坐牢 不是 他覺得好像在坐牢 形容他的心境 他就這樣說 看你怎麼看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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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很絕對 你看看這張照片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每一個人對事情的理解都不同 有些事情 你覺得大象是一棵樹 因為你摸著大象的直腳 不過大象不等於一棵樹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舉另一個例子 我老婆就是一個非常多干預的人 我每一年新年很多朋友來我家 我老婆很忙在廚房預備年糕 我就針茶滴水招呼我的朋友 我每次針完之後 我老婆就會出來說 不是用這隻杯 不是這樣針 我們結婚三十年了 經過了很多年 我都繼續想努力去嘗試去招呼朋友 不過現在差不多去到一個階段 我朋友來我就會站在那裡 我不想做 因為我在做什麼 我老婆都有她的一套特定的指引給我的 有時候我覺得很難會明白 怎樣才是正確的 你笑得這麼開心 你是不是這樣的 這樣就很可憐 你旁邊那人是好人 你這樣對一個好人 這樣就好人難做了 其實你怎麼針有什麼所謂 用哪個杯有什麼所謂 好喝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總有自己的一套 這樣就會捏死老公 或者限制那些子女 令到她沒有辦法可以學習 怎樣嘗試不同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強干預 什麼都要出手 很多意見的 你身邊的人 成長就會被你限制了 另外你也會害了自己 因為你過度干預 你已經習慣了有什麼不行 其實你裡面會相信你所想的東西都是正確 這樣是危險的 做老闆也是 你同事這樣做事 不行 其實是不是一定不行呢 有時候未必一定不行 可能是可以的 可能有些事情是她在考慮的 我不知道 所以我如果太快給反應 或者一定要用我那套 我會容易欺騙自己 以為我所想的都必定正確 這個其實是很大劑 如果這樣而限制了她 那也是另一個可惜 所以你如果太多這樣 那就會產生一個 招牌手的老公 你搞吧 他都不想搞了 因為你用你的那套 很同意 所以老婆要聰明 你想你老公幫忙做家務 你不要下下就要用你的那套 搞得好就可以了 有沒有見過有些小孩 不懂做事的 什麼都不懂做 叫一隻手 沒辦法 我訓練我的小孩 從小給他們很多空間 他用什麼方法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又很有耐性的 我兒子很小 他兩個都是 兒子和女兒都是有個口頭禪的 就是我自己 即是他想學做事 每樣都想試 我兒子呢 寶寶的時候 我就預備奶給他喝 奶粉倒進瓶 然後就落水 我兒子說我自己 那我給你試試 他站上椅子 爬到桌面 然後他倒一些奶粉 最後在桌面的奶粉 是多過在瓶裡面的奶粉 下次他再說我自己 我說好啊 不過你試試這樣 這樣 或者會好些 我給他一點引導 試了很多次 他就很有信心 我兒子小時候 兩隻東西都是 小肌肉控制得很好 他玩的那些遊戲 有個不是 有條鐵線 你要兜它 一拋到那個框 你會滴的 他兩個都贏了 身邊的小肌肉都到處 他兩個從頭到尾 好穩定 好專注 因為他好有自信心 因為他試得多 我要長轉孔 我說兒子 你來 爬上個梯 我拿著把鑽 我預備好角度 我說你負責按鈕 按鈕 每樣都給他試 他就敢試 有自信心 早兩個月歐聯 每晚的賽事都三點 三點鐘看球 三點九鐘休息 我兒子入廚房 四點鐘下半場開球 我兒子拿兩碗 很好味的淡淡麵出來 專業質素 好吃過在外面吃的任何一頓 真材實料 為什麼 我說你認識的嗎 他說剛剛上網學的 不只是這個時候他試 是因為他一向我都給他空間去試 他想做的 應該做的事 他就懂得轉 沒有那樣就做那樣 所以他就不依賴 不用一定要靠你 他自己懂得解決困難 我剛才說 有些人不喜歡你給意見 會反彈的 會自我防衛的 原因就是 可能他以前 就有一個很嚴厲的環境 每樣都不准 那個女孩子 剛剛開始想拍拖 不准混你在家 因為很多事情 可能沒有好好預備他 他就有反叛心理 大人很多這樣的人 你搞不定的 有沒有試過 那些同事 給意見 或者朋友 立刻走了 因為他沒有一個好的習慣 可能是因為有太多人 很強烈地干預他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很干預型的人 有些事情你要學的 首先你要學一下 就是相信他是搞得定的 無論那個是誰 你給了意見 給了指引 你給空間 你給他撞一下 你相信他是搞得定的 你給他試 給他學 給他撞板 就有些板是可以撞的 不死得的 最多是傷的 有些板不可以撞的 你不要給他撞那些不可以撞的板 你給他撞那些可以撞的 很多板都可以撞的 不過傷得重些或者輕些 你經過這些人是知衰的 即是也未必需要的 但有時他撞 可能他撞對了 有時他撞了 他會深刻印象 所以你不要太緊張 他會不會出得太嚴重的錯 那你有時要給指引 不過你不要那麼強的指引 好像如果老公要幫忙做家務 你給他少少指引 大概是這樣 你不要讓他做完之後 你說NO 不是這樣 你給他考慮 他可能大概跟著那個意思做 未必完全跟你的那一套 但都是按著你的指引 走向那個方向 那又OK 收一下放一下 那時候 你就會給他多些空間 去想通些事情 去反省 去做決定 去做負責任的人 最後一件 就是你不要以為他傻的 小孩也好 身邊的人也好 他有些時候 你提提他 他會想一下 所以不要那麼緊張 我提了你 你現在說給我聽 你聽還是不聽 你認錯 我 他就被你的威勢 就疾愛了 可能你給他一些空間 慢慢撞 可能更好 所以你是哪樣呢 我講到完 最後一句 你怎樣用什麼方法 是很緊要的 你適當的時候 收一下放一下 都是很緊要的 但是重要中的重要 就是你教他這樣做 你自己是要這樣做 你就不要說一樣 做你一樣 你可能是一個好的榜樣 你又適當地 懂得去引導 那你就超級好 你那些下面的人 多數都成功的 可能你是一個 好好榜樣的人 不過你不會教的 或者很少干預的 他都有可能 學到你的東西 但如果你不是這樣的人 你怎樣干預都好 他都不會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你的真實的你是很緊要 所以你見到有事的時候 請你不要不出手 你需要的時候要出手 那好了 現在不如我們用少少時間 我不知道一會兒 還有什麼其他程序 完的了 聖餐 OK Before聖餐 我們可以在預備聖餐的時候 你用大概兩分鐘時間 你跟隔壁的朋友 聊聊天好嗎 就說一下 今天你有什麼發言 有什麼你要留意 有什麼想試 有什麼想學 想改變 好嗎 好 現在你跟隔壁的聊聊 誰是詩琴 可以唱一些很感動的音樂 給我 我原來是會有什麼 我 catch了 我可以唱歌 你唱出來 我也很感動 對 你唱一下 你唱啦 我好像感覺 很感動 我放學 當然 對 我找一個 一件事 可以肯定 什麼 你好 你是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